万金油,培腻油 早上,出来散散步 又来河边了 南长河,还是南长河的一段 南长河我们有一次是走到动物园的东边 然后就进了动物园了呗 咱们就从北京展览馆走了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从 北京动物园出来了 啊,这个地方 再走那就不让走了 那都挡着了 是进去是北京海洋 北京海洋馆 也是在动物园里面 这两边啊 这边这都是动物园 这是动物园的办公室 这条路叫五塔四路 嗯 正在修桥 河上正在修桥 这中文就有提议啊 有人听到就可能说是 有一个河上 在做善事 修桥五路 这一段河 挺漂亮啊 整治的也 比较干净 比较整洁 能有地方下去吗 好像不行 对岸可以 两边都是树 两边都是树 这如果是夏天 会非常漂亮啊 这应该不叫垂柳啊 你看它有些是垂下来了 有些没垂 这叫水羊 这树树林应该也不小了 这树树林应该也不小了 肯定不是国怀啊 国怀在北京住的 种的到处都是 应该算是北京市的四树吧 但这个不是 因为国怀到冬天 它那个支支压压了 它就没有这么 没有这个头发啊 没有这么泼琢多姿 左边就是北京动物园的北门 这过了桥就是北门 这应该也能买票进去 有收票处 鹿北边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现在这个树啊都包上了包装 看看 都包上了绿色的这种无纺布 怕冻坏 应该不会啊 嗯这个叫 这是黄羊 黄羊和东青 这是不怕冻啊 它们都把这个东西给包起来 包起来 如果是在北京 不适合种这个 冬天存活的这个树种 那就应该给它换了 这是这不是一朝一夕 这每年的维护成本非常大 就不要选这个树种 如果是不防冻的话 如果是防冻的话 那就不要每年就这么劳民伤财 搞这个 这叫什么 这叫防护罩啊 什么 看这个建筑 这叫首都 首都华宾馆吧 冬奥会快到了 我估计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比赛场馆之一 应该正在做各种准备 走南岸挺好 行 不过去了 这个建筑 这是国家体育总局呢 叫冬季 冬季运动项目的 一个机构啊 冬季项目中心 它在这边 也是他们 在这边 路这边 在一个月就 冬奥会了啊 估计他们是最忙的时候 对 这可能就是他们后门 冬季运动中心 后门 两块啊 和两边 这能拍到吗 嗯 今天温度不算低 还可以 走走就会出汗 看啊 这树 看这树 这年头 应该 是不是 是不是 这个老树 古树 名牧 这不太清楚 我估计清朝这过来 这树也也长不了 树林可能也 能存活这么长时间吗 不知道啊 据说这个 这个 慈禧太后 曾经 关注过这个 南长河这一段 她的绿化问题 因为她要坐船啊 坐船去 颐和园啊 到她那个园子里 去度假 还有到玉泉山 她坐船 从那个高连桥那边 码头 坐船 然后一路过来 她就感觉这两边 光秃秃了 也没人整 或者是叫脏乱差 她当时 当时就把这个 当时的那个 应该是地方官啊 或者是 叫当时的北京市市长 给叫过去 她说那个那个那个 小小小小啥 你 你看看这个全国 都在搞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都在搞武化 对吧 要硬化 净化 亮化 绿化 美化 你看这南长河这两边 张乱差 你们整整啊 这市长一听 那就赶紧办啊 这就赶快绿化 这有一个桥 到那边去 中关村南大街 有天桥啊 从天桥过去 当时绿化 嗯 绿化方案是什么呢 就是没两丈 每隔两丈 种两棵树啊 这是这边 南强河这边 哎 南强河就是没隔两丈 种两株水羊 然后加种一株三桃 北长河呢 就是没两丈 种两株垂柳 然后加种一株三桃 嗯 就是咱刚才看那个水羊啊 它 跟柳树差不多 过去 在中国这个 传统里面 羊柳是不分家了 羊和柳差别很小 嗯 只是后来有一种 有那种 大的 那叫毛白羊 是吧 那是 嗯 叶子很大的 那种风吹起来 这个哗啦哗啦响的 那种 那种羊树 那给这个羊树不一样 啊 不是这个 这个树会接这个小灯笼 嗯 这个应该叫蓝树吧 这树挺好 看看这个接这小灯笼 夏天的时候挺好看 因为它结出来这个这个壳 这个小灯笼 是红色的 粉红色的 看这个冬季 运动中心 挺漂亮啊 挺漂亮 这一片 很漂亮啊 这一片是国家图书馆 中国国家图书馆 嗯 在远处 那个就是神州大厦 叫什么空间技术研究所啊 就是 这是发射就是搞宇宙空间探索的地方 这是南边 这个桥叫白石桥 十字路口这个桥叫白石桥 这个就是首都体育馆 首都体育馆东边就是冬季运动中心 这是新的冬季运动中心 冬季运动中心的东边是滑冰馆 然后这个西北角 这个部分 白墙后边 这就是蜘蛛院公园 蜘蛛院公园 蜘蛛院公园不大 转一圈 没多长时间 蜘蛛院公园也能看南长河的一段 但是咱们走外边 外边更自由 没人管你什么戴口罩 扫码测温 这样就不需要 蜘蛛院公园是以竹字 紫竹为主体的一个公园 有各种品种的竹字 北京喜欢搞这种极大藤子 包括你像陶燃亭 他就把全国各地的亭子收集起来 然后复刻一套在里面 然后这指质院公园也收集了很多 全国各地的竹子 竹子不光是南方有 在北方 在东北还有竹子呢 有些品种 毛竹就生产不了 在北方 还是这一段漂亮 国家图书馆 原来经常来这找资料 泡他 泡他就是他 现在这边 就是借阅这边 我很少去了 来的都到北区的那个新的越南 越南的那个楼 方的越南市 有些报纸啊 七篇啊 找找 就可以了 拿身份证就可以进 没必要办 办那个借术证 读者证 我办的读者证 现在丢哪都不知道了 估计翻都翻不出来了 雪很轻啊 非常轻啊 刚才开玩笑啊 说这个 池喜太后 给那个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叫去 有官府的人看到我这一点啊 请忽略不计啊 这是开玩笑了 你们为人民服务了 人民跟你开个玩笑 你别当真啊 这河队岸就是指寿院公园 四号线 九号线 十六号线 在这儿有一个站 正是国家图书馆的这个南门 在这儿有一个站 应该没开吧 十六号线应该没开 四号线 九号线都没问题 在它的东门 正门 那个是一直在用的了 这个树林 我估计也可能会从清朝过来了 这么大的树 说这个阳柳部分家 在过去 看那个卢子森 倒拔垂扬柳 他拔的是什么呀 是垂扬啊 还是垂柳啊 那就是扬柳啊 垂扬柳 没人走不过去吗 不知道啊 前面去看看 在古代写杨柳的诗特别多啊 因为杨柳啊 他还真是过不去 看看啊 这一定是搞什么施工的吧 不要紧 往回走 走回去 就结束 还是下到水边 古人对这个别离啊 特别重视别离 因为当时交通不变 通信不变 有关通信的呀 有关远行的呀 有关是别离呀 送别呀 长廷送别 这种所谓商别离 这种诗词就特别多 咱们看到这个古代的那个 好像文人都那么多愁善感 这个柳啊 可能是因为这个发音是这个柳 柳柳 停留的柳 留下来的柳 所以过去在送别的时候啊 都要折柳 折下来一枝柳条 这样就表示就像现在送花一样啊 送个玫瑰代表 I love you 所以折柳是一种风尚 长安莫上 雾琼树 唯有崇阳 管别离 你看那个 他说是崇阳 垂阳 垂阳 唯有垂阳 管别离 垂阳就是垂柳嘛 过去是杨柳不分家的 西沃往西 杨柳依依 这不是世界上的话吗 近来攀则苦 因为别离多 应该是这一段出去打工了 出去干活了 出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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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卫边疆的 比较多 能走过去吗 嗯 还有其他的就多了啊 什么碧玉庄城 遗数不高 啊 那个贺之章啊 那些小孩都会背啊 对吧 嗯 杨柳岸 小峰残月 嗯 还有那个洪叔手 嗯 黄藤酒 满城 村色工墙柳 这路由的吗 嗯 诗词大会 应该搞得有这个专题吧 不知道 嗯 看看诗词大会 清清核炭草 玉玉圆中柳 挺多了 行了 因为走不过去 咱们就回去 嗯 诶 对 还有上一次我看了看 我那个 呃 呃 说到那个 南长河 北长河 的时候 我就没说那北长河 北长河 是哪个长河 啊 北长河就是 嗯 颐和园 往西 啊 嗯 到玉泉山 那一段河 那叫北长河 嗯 颐和园 到高粱桥这一段 那叫南长河 嗯 你看那个这个南长河啊 它在 呃 北京市的西北边 为什么它叫南长河呢 显然它不是以 呃 呃 城里面为坐标点 来说了啊 它是 以 颐和园为园点 来说啊 啊 这边叫南长河 然后 嗯 嗯 浴泉山 那叫北长河 嗯 行 这 只有 垂扬 没有山桃啊 看不出来 嗯 嗯 山桃在开花的时候 能能看得很那个 这看不出来 也找不到 山桃不太能吃啊 但是山桃那个 那个桃湖桃仁能吃啊 好 就到这里 再见